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事啊 现在几点嘛 现在已经osium了三点二十五次了 小美三点二十二十分 快就去 hot up 快来你听 鱼管好时光 你自己拖来的节目我是阿聪 没问题在每个星期 如果是在下午三点 才在这儿听到阿聪的声音 你之前就不用怕听声音机 要把手机拿出来 来到电脑的头前也是可以 来到电脑头前要做什么 我已经上网搜寻到 渔月广播电台 是约公布电台的脸书粉丝专业 也就是渔月广播电台的粉丝专业 不用去渔月广播电台的官网 官网是看吧 来到我们的粉丝专业上头 我们现在有一个直播正在进行 然后按赞加分享出去 更多亲朋好友未来 大家来这儿看到我们这个直播 就可以聚到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豪礼 今天要送给大家豪礼 绝对是过年必备的一样东西 那是要送三回呢 我们快点听下去就知道 那我们进到快进入我们最狂排卖园 欢迎来到虚蝶电台百会公司 不管你是要买最新的风格 最大台电视 也就是最好选的电动 我们这儿通通都没有啦 什么都没有 那你到底这间百会公司 是在买什么啊 这有每一个人对高兴土地的决情 对友善环境的建许 对理想的追求 也还有对家里面中部的疼痛 买得公地香 买会公会昂 想要知道豪礼来 到底是买什么哦 请准时收听 去买公布电台 略公打买官 最狂拍卖园 来到我们联工打买官的丹丸哦 今天非常欢喜哦 今天大家应该看到阿宗的这个水暗 不一样 等一下我们再说这个水暗 到底是什么啊 今天非常欢喜 邀请到来自我们中部台中 丰园农会推广部 张乔淳 张主任 我们来给他欢迎一下 主持人阿宗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中市丰园区农会的 推广部主任张乔淳 我们今天张主任来到我们高雄 他说高雄好温暖 对对对 中部应该感受到气候应该会有点冷 那大家应该看到我们桌上有一颗黄色 我们不是那个四桌 这颗是橘子 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跟橘子有关 那在进入节目的时候 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线上的抽奖规则 那线上抽奖规则来看到这里 就是我们直播人数满35人 我们会送出第一份豪礼 那直播人数满55人 我们就会送出第二份豪礼 那人数越多 随时可能会再加码再送出第三份 所以说大家赶快把这个亲朋好友 一起烧焦啦 烧焦来看 虎公布电台最狂拍卖 那为什么会说今天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过年必备 因为刚好到冬天 我们知道冬天盛产的就是那个橘子 那这是来自我们台中风源的碰甘 那我想说先让主任来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台中风源是在哪里啊 风源其实它是在大甲溪流域 然后还有葫芦敦的一个范围的灌溉内 然后它以前也是我们县政府的所在地 所以它的发展应该算是蛮早的 所以也因为我们有这样得天涂厚的一个环境 所以才能够栽培出比较优质的碰甘 还有其他的农产品 所以碰甘算是我们风源那边的一个农特产 这是我们的特产代表 对对对 那刚刚主任也有说还有其他的农特产品 那我们先既然碰甘是为主 那我们就先来介绍这个碰甘好了 那说到这个碰甘嘛 我们一般外面市面上好像看到都是绿绿的 那为什么我们的碰甘可以这么的橘黄色 因为其实碰甘它的产季从11月份开始就开始 大概11月中旬就开始采收 然后那时候采收的是绿色果皮的青皮干 那时候的酸度比较高 然后经过储藏之后 就会变成现在的一个金黄色的一个果皮的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也是一个非常涛细 然后符合年节送礼很大吉大利很喜气的一个颜色 然后慢慢的在它储藏的过程之后 它的那个酸度会转化成为甜度 所以到现在来品尝的话 它的风味是非常甘甜的 所以我们一般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个青皮 那个就是属于就是刚摘下来没多久了 对对 但是那时候也可以吃了 可以可以 只是会比较酸 风味不一样 就是看消费者个人的喜好 所以我们这个是有储存过的 这是储存过的储藏杆 所以跟我们市面上一般的那个新鲜的风干 它的差别会有怎样的一个差别呢 储藏到现在它的酸度已经转化成甜度 所以它的甜度相对会变得更高 然后也因为它这个颜色非常讨喜 符合年节送礼 所以也是我们在做外销的一个主力的品项 对很符合东南亚一个市场 他们华人在年节的时候必须送礼的一个品项 那主任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是符合我们外销的 那可以来跟我们先大概分享一下说 我们风源的这个碰干嘛 主要外销都到哪个国家去 因为我们主要外销的国家是文乃 后来也有在新加坡也有少量的外销 然后像香港部分也有来跟我们接洽要做外销的一个行销的动作 那他们那边吃碰干有什么样的一个习惯 就是特别喜欢怎样的一个碰干呢 他们一定要甜 他们没办法接受你刚刚讲的那个绿色果皮的那个酸度 跟那个绿色果皮颜色他们也不喜欢 也不喜欢 所以到他们那边一定要是这样一个橘黄色的一个碰干 对对对 哇这跟我们这边 因为我们主要是年节送礼 嗯那跟我们这边的习惯好像真的不太一样 真的很像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这边好像就是清皮的时候 有一些带一点刚要转环 然后就是那种吃起来有点酸甜酸甜 然后剥开的时候还有那个橘皮的精油的那个味道 对对对对 对那个就是 因为现在你经过储堂之后 那个精油的那个香味会比较少 但是它的甜度会更高 对啊所以东南亚他们那边的消费习惯 他们的市场他们只接受甜度 他们没办法接受酸度 哦所以他们只能接受甜的 不能接受酸的 对 跟我们这边真的是不一样 嗯 那刚刚我们线上的网友有在问哦 他说 哎 请问这个碰干哦 哎 它适不适合冷藏啊 冷藏 因为其实平常我们在这边储藏的话 我们就是放在室内通风处 因为我们在储藏干的时候 我们外面会套一个塑胶袋 就是让它的果皮比较不会湿水 然后也保持它的新鲜度 所以冷藏的部分倒是不需要 因为平常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把它使用完毕 只是在我们外销的过程 可能它的航运 然后它的运输期间比较长 那部分我们才会去做一个比较低温的储藏 嗯 等于是储藏的部分就农会这边来做就好 那一般消费者只要拿回家 他不用再特别冰 他不用再放到冰箱 他只要放在阴凉处就可以 嗯 那记得哦就是它的那个 塑胶袋不要拿掉 对塑胶袋不要拿掉 这很重要 那可以再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这塑胶袋不要拿掉的原因吗 因为塑胶袋拿掉它果皮跟空气接触之后 然后就会容易有一些细菌的感染啊 或者是它跟空气接触之后 果皮就会变得皱皱的 皱皱的 对 然后你摸起来可能就觉得烂烂的 不是那么新鲜的感觉 对 加上那个塑胶袋没有拿掉 每次要吃的时候果皮 刚好就可以丢到塑胶袋 对对对 对这也是一个方式 对 所以大家拿回去 如果记得你是买储存干的话 那个果皮的塑胶袋 不要想说我回去就全部拿掉 就是等要吃的时候 再把它拿掉就可以 那这里有一个疑问 就是一般我在市场买的那个橘子 有时候买回去 外面看起来很好吃 但是买回去剥开的时候 里面滴滴不好吃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因为其实你 就是柑橘它储藏的时间 其实太久之后 它的水分反而也是 就会就是变得减少 所以储藏也是 也不是说毫无限制的那个期间去储藏 所以它还是有它最适合赏位的那个期间 然后一般我们要看水分的话 就是垫垫它的重量 就是拿起来 对就是垫一下柑橘的重量 然后去看看它的水分是不是很多 因为一般我们在农民悬果的时候 它们悬果肌是跑这个水果的周近 对它没有办法去秤它的重量 所以这部分就是大家去尝试一下那个手感 回去你看这一次吃到这一颗好吃 先订一下 如果吃了这颗好颗 你就再来知道说 它重量大概多少 那就是可能它下次挑选的话 就会觉得这个好吃的就是在这 那刚刚又有那个网友提问 他说通常这个碰柑它能放多久 因为其实我们说柑橘它的产机是从11月开始 中旬就开始采售嘛 其实它大概可以储藏销售到 我们过年前大概1月底2月 因为接着下来又会有其他柑橘品像 像桶柑或者是过完年之后的茂谷 对 所以也避免说市场的那个公过于求 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过年前就把碰柑去做一个销售 把它销售掉就对了 所以其实所有橘子类像刚刚主任讲到 碰柑、桶柑还有茂谷柑 他们都算橘子类 然后他们会一个时期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出来 所以说大家新鲜的最好吃 记得买回去就赶快把它吃掉 那讲到这个碰柑 刚刚主任有说他们都是外销送礼为主嘛 那既然提到送礼的话 那礼盒的包装应该就是不能马虎了 我想说我们这个丰园农会的礼盒 其实都相当有特色 对 这个是我们自己农会品牌的一个碰柑礼盒 然后这个的包装是五金装 那我们也有比较大分量的十金装 然后也有更小分量的巴力装 因为现在的消费趋势 我们就是让消费者有更多不同的选择 对 所以像我现在这个是所谓的十金装 从我手上是十金装 对 那我手上这个是五金装 五金装的 对 就是他们盒子就不一样 但是盒子不一样 但是盒子上面都有一个特色 图案 这有一个有一个婆婆 对对对 很像 这个是很亲切很接近气的婆婆 很像开喜婆婆 对 这好像透露了年龄 笑得很开心 不晓得我们听众知道 应该大部分都知道 那开喜这个婆婆 为什么会用这个婆婆 来做这个我们箱子的一个代表 其实这主要也是建立我们风源的品牌 然后会选这个图案来作为我们的 主视觉 其实这个是我们曾经有一年办过一个 国小就是小朋友的一个绘画比赛 然后这个是国小高年级组的第一名的作品 对 然后我们也觉得他就很亲切 就像自家的阿嬷栽种 用心栽种农产品要给自己的孙子吃 然后觉得很亲切 然后我们就觉得用这个logo 应该大家都很接受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国小高年级般的一个作品 哇真的很厉害很会画 这个神情画得好可爱 他应该是把自己家里阿嬷呈现出来 阿嬷画出来 然后就阿嬷拿着手上拿了好多橘子 对对对 然后就是要分享给大家 所以农会就用这个意象 然后把这个橘子就是要分享给大家 所以他们这盒子其实也取了一个很好看 很好听的名字 很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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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上人都觉得很感兴 对对对 所以这个盒子其实有它的用意 那刚刚说到这是十金装的 如果你说要送给大客户需要大家庭的话 十金装很适合 如果说人数没那么多 那就送五金装 那如果说小家庭我送这么大盒 我吃不完怎么办 所以在现在就是很多的小家庭 所以这样我们才又开发了更小分量包装 更小分量包装 对八粒装的这个部分 然后这个部分也是 我们希望就刚刚有提到 除了柑橘除了碰干 还有桶干还有茂谷 那我们也希望说消费者可以记得 我们台中的橘子品质就是最好 所以我们就在我们市政府的辅导下 我们又成立一个台中好局的品牌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台中好局品牌的一个包装 台中品牌的那个台中好局的一个品牌包装 就是长这样 对对对 那这个意象好像先说 意象这个是一个那个包大山的那个联名款 对因为这个是去年推出的一个联名的一个包装 然后真的也有包大山的粉丝就是看了这个包装 就是专程 台阁农会电构 就是他那个插画家的粉丝 对对对对对 看到这个 哇这是他们喜欢的那个包大山的设计作品 然后特别来买橘子 那其实台中好局有另外一个款式啦 对 就是这一个就是台中好局的意象包装 就是长这样 对 那这个是胡心亭嘛 大家可能到台中就会知道 就是就知道这个胡心亭的那个建筑物 对 那它上面也写台中好局 那想想大家应该知道说 欸为什么叫台中好局呢 呃 就刚刚讲到了柑橘类它有好几种嘛 那我们希望说这样的一个包装就可以来不只装碰钢 也可以装筒钢帽谷 那其实柑橘类的栽培产区在嘉义台南也有 在台中也有 但是储藏钢应该只有台中有 南部的部分他们就是大部分是以青皮钢为主 对他们储藏钢比较少 所以我们也希望去做一个产品的一个区别 所以我们才会做一个台中好局的品牌 等于是它把台中这边生产的这个 像是碰钢 筒钢 帽谷钢 一步不同时期 那我每次出来都要再叫一个名字 那我刚才去取一个台中好局 对 这样消费者比较容易去取 来自台中地区生产的局之类的 全部都叫台中好局 然后让消费者只要认定这个标志 不管你想买哪一种干都好吃 那我口罩现在戴着这个口罩 主任说到这里就是台中好局的口罩 所以真的好局 整个口罩都是橘色的啦 所以今天口罩是戴的不一样 很喜气 对真的很喜气 过年戴出去就是那种大吉大利的那种感觉 一般有些人不喜欢戴大红色 然后这种橘色戴出去刚好就是大吉大利 男女都可以接受 对真的都可以接受 那刚刚有讲到那个台中好局的那一盒 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讲 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就是拿一盒 一个人可以拿一盒 不是一颗 没这么小气 就是这样一盒 一盒 主任一盒里面有大概几颗 八颗 八颗 对 里面有八颗 八颗柑橘 所以今天要送给大家就是这样一盒 八颗柑橘 所以大家赶快去找你的亲朋好友 赶快邀进来 那想要拿到这个橘子的话 农会这边会直接寄给你们 想要拿到橘子 吃一下我们的枫园的这个碰柑 赶快就是把亲朋好友拉进来 我们就会有机会拿到这个橘子 这样一整盒一整盒会寄给你 那说到刚刚主任有说 我们这边除了碰柑以外 我们其实台中枫园 还有一样很特别的农特产 这个好像在市面上 没什么看过 不只好大家知道 我手上拿这一根 这支 是橙子不是酸子 这支是橙子是酸子 这个刚到我们电台的时候 这个产品刚到我们电台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在猜说 这支是酸子 这不是人家在上面大葱 它不是酸子 这到底是什么会 它是日本葱 然后它的品种是叫长月 然后这个部分真的是 目前比较稀少的一个农产品项 目前大概 应该算我们枫园的栽培面积最大 对 所以其实它是葱 但是它跟我们一般 在农村那种葱又不一样 对 因为它长得好粗啊 对 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主食材 它不是来爆香用的 对 所以在很多日本 我相信很多朋友去到日本 应该都吃过这个葱 对 所以它也有很多的料理方式 像我们有很多日本料理店 会把它切断 然后直接就是烤或者是干煎 然后就是用最 吃它食材的最原味 就是用一点点海盐这样 不要太过度的调味 不用太过度调味 然后就可以吃到它原味 然后煮熟了之后会有甜味 所以它很适合放在那个火锅的汤里面 或者是我们要滷肉 黏结滷肉的时候 都可以把它切断 然后就放到那个滷肉里面去滷 尤其过年可能要滷猪嚼之类的 然后就丢下去 然后就可以吃到这个大葱的甜味 对 哇 而且主任说 这个我们是不是要切一段一段一段 对 我们一般都是切断 因为你要是要吃它的 对 不是只是要它的味道在那个料理里面 对 你还是可以使用 我有一个疑问 一般我们有一些洋葱啊 或是一些葱拿下去 然后煮 滷了之后或是煮汤之后 它就变软软烂烂的 那个吃起来口感也不好 那这个部分 你刚才说可以拿下去煮 拿下去滷 那滷完之后 会不会也是软软烂烂的 不会不会 像洋葱的部分 因为我们可能就是炒 或者放到火锅里面 最后你会看不到它 但是大葱不会 所以它还是看得到 你还是吃得到它 对 你还是吃得到它 然后它的甜味 就会在我们的那个汤 火锅的汤 或者是滷肉的汤汁里面 增加那个风味就对了 哇 真的很特别 然后这个葱绿也都可以煎蛋啊 或者是你可以做葱油拌面啊 对 就是有很多料理方式 就是把它切细细 切细细 对 很多料理方式 可是这个在我们市面上 好像都看不到 对 其实这个大葱在我们丰园 其实已经种植几十年了啦 也是这几年农会才开始 有在做一些直销的推广 然后慢慢就是有一些 日本料理餐厅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餐厅 知道说台湾有这个食材 不需要再进口 所以他们都会直接来 跟我们农会做订购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年节的部分 也有开发一个两公斤的一个 直销的 直销的礼盒包装 对 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对 因为说实在的大葱 可能如果像我们去 批发市场那种五公斤 或者是十公斤 可能大家会吃不完 大概是这样两公斤的一个 包装方式 这里面大概会有六到七根 六到七根 对 我刚刚有提到说 凤甘跟大葱 目前都是由我们农会 直接跟农民去契作 然后收购进来之后 我们再依据它的标准等级 去做分级包装 所以在这个直销的部分 我们大约都会用农进四公分的大葱 所以这个大概都有四公分 对 四公分以上 我们才会放到这个直销的礼盒包装 然后比较小的我们可能到超市去做贩售 然后再更小的也有一些那个餐厅 会来跟我们说他们要做开发料理包 对我们就是依据它的等级去做包装 做不一样的包装 走不同的通路 对 然后有人在问说 这个大葱它的辣度 会比一般的葱还要辣吗 会 会比一般的葱还要辣 对 所以不建议直接生吃 看你的用途 如果你是要跟黏结跟乌鱼籽啊什么 你还是可以搭配子一起吃 所以它也可以搭配乌鱼籽 就是我们把那个 一般我们乌鱼籽都会搭配那个酸钠 对 然后就是把酸钠改成我们大葱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所以它配合的方式 那既然乌鱼籽可以 那如果说配香肠 也可以 也是可以 所以说如果在家要生吃 你如果可以接受辣度的话 你也可以这样搭配 那如果想要让它变甜 就是把它夹的 就是夹到火锅里面 或者你可以熬汤或者是卤肉 所以它用途其实还蛮广的 对 或者是你直接把它斜切 然后炒猪肉牛肉什么都可以 对对对 而且现在那个我们导播先抓一个 你看 这个就是日本的那个麻 这个是 这个是在台中有一间日式料理餐厅 跟我们合作的 对 然后这是用简单的烤 对它直接就是烤 这看起来很好吃 这样可以吃到食材的原味 看起来很好吃 对对对 那如果说那个我们的观众朋友 跟听众朋友 您如果来跟台中 枫元龙会买这个大葱 你担心说 我拿回去 不知道 主任在节目中 虽然讲了很多料理方式 但是我拿回去 我已经忘了差不多了怎么办 不用担心 主任说 只要买他们家的产品 他们都会附上料理书 柑橘跟大葱的料理 对 等于是你买柑橘 你也可以下去做料理 买大葱 也有大葱的料理 都不用担心 这个食谱 就会教你怎么做 所以拿回去 可以变出更多样的选择 而且他们就是都请到那种 专业的老师 对这个都是请学校的 餐饮系的老师 帮我们开发的 对对对 有西式有中式的料理 就是可以让大家回去 吃不一样的大葱料理 那这个部分 真的是很不一样 对对对 而且这个 这个目前应该也是只有在我们 台中这边才买得到吗 如果大葱的部分的话 因为现在目前 有一些超市通路是有跟我们进货 但是如果比较方便 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我们农会 或者是上我们的 峰园农会的粉丝团来订购 会是拿到最新鲜的大葱 如果说想要拿到最新鲜 可以赶快上网到我们 峰园区农会的脸书 上面有订购链接 也有订购专线 如果说不会用网路订购的话 没关系我们有专门 专人服务 不过要再上班时间 对对对 你不要假日打过去 然后说奇怪 农会都不够接电话 不是不够接电话 所以说一定要在那个 粉丝商业都可以去做定购 如果粉丝商业随时都可以 也可以留言问小编 而且大葱好像听说 它不好种 它很不好种 它又要排水良好 然后又需要水分 需要水分又不能太多 而且天气热也种不好 所以天气也要冷 所以它的产季就只有短短的几个月 就是十二月 之前是十二月初 但是这几年 因为气候的关系 都会拖到十二月底 然后可以到大概三月左右 所以它产季其实短短的 如果大家想要吃 真的要把握机会 才能品尝到大葱 四十七分 我看到我们的观看人数 也快七十人了 现在有六十八啦 那主要我们再加码送一份好了 好啊 对 我们再加码送一份好了 那要怎么拿到 不是送大葱喔 送碰钢 送碰钢 我怕我们讲大葱 大家以为是要大葱 送碰钢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台中好局那个包装盒的碰钢 然后就是里面有八颗 八颗然后送给大家 那要怎么拿呢 我们有一个通关密 这边要麻烦主任 来跟我们公布一下 没错就是我们的 枫园菊香 枫园菊香 那要怎么拿呢 赶快上网 如果现在赶快 在我们现在的脸书 在娱乐广播电台 现在目前这个直播 给我们按赞 那脸书 娱乐广播电台 脸书按赞 然后也到我们 枫园菊農会的脸书 给他按赞 你可以追踪到最新的 优惠讯息 他们说 主任有跟我透露 他们小编不时 会在上面办抽奖 对 如果想要 所以要关注 所以要持续关注 那就可以持续拿到 他们不只送橘子 也有可能送大葱 都有 所以持续关注 就有机会拿大奖 然后提个三个好朋友 加指定留言 风源菊香 然后公开分享 就有机会拿到 台中好菊包专的 这个八粒庄的 这个菊子 给大家分享 这个其实送礼很方便 而且送礼 拿去送礼 大小刚刚好 就不会太大 也不会太小 拿起来也不会太重 对 不会像刚刚这个石金砖 这石金砖真的是很重 这个要去送礼 很方便携带 对 而且看得到橘子 对 因为我们也是希望 让大家看到我们 最好的品质 对 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到最好 那记得 现在赶快上网去留言 风源菊香 记得字不要打错 风源菊香 上网留言 然后记得也要到我们的 风源菊荣会的网站 脸书上面去给他按赞 加追踪 那主任说真的不时会办 这个抽奖 会 他们的小编 小编很认真 对 所以也要多多去关注 然后就有机会 来拿到大奖 那在这里啊 我们其实说 像这样的好产品 那我们如果说 一般民众 他们如果有机会 来到我们台中风源的话 那他们有办法说 到哪里去买吗 就像刚刚奥冲主持人讲的 农会 因为星期六日没有上班 对 但是我们就是在农会附近 后面有一个东风脚踏车 自行车道那边 我们有农会辅导的一个 按赖局市集 按赖局市集 来给大家考一下 不知道大家看到按赖局 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按赖局市集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我刚刚考我们上一个 那个舞后melody的那个朱莉 我问他说 朱莉你知道那个 按赖局是 按赖局是什么意思吗 他马上回答出来 我一开始还想说 是不是这局子 很难教过 所以要按赖一下 结果他马上猜出来 他猜出来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猜的就是 Energy 按赖局 没错就是Energy 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 下面的英文 下面英文有写Energy 所以这个按赖局市集 那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要叫 按赖局Energy 这个名称 这个市集 其实我们这个市集 也是农粮署辅导的 然后我们会成立这个市集 当然希望说 我们在地的一些青农 他们可能除了 我们这些柑橘的主要品项之外 他们自己平常可能还有种 种植一些比较少量的水果 然后我们藉由这个平台 也可以让他们的这些产品 有一个曝光的机会 然后让他们直接来跟 消费者做对话 让消费者更了解 我们的生产过程 然后可以更支持 我们的国产农产品 那我们这里 因为都是贩售 在地新鲜生产的农产品 所以也是希望说 藉由这样的新鲜农产品 让来消费的民众们 吃了之后 就非常的有活力 吃了我们风源的橘子 就可以充满活力 充满活力 所以才会取这个Energy 所以叫Energy 不是这个橘子很难照顾 我们要按捺一下 其实也是 他们是希望 另外意思是说 希望我们民众来消费 都可以得到这个按捺 然后大家都可以买到很多的橘子 买得很开心 买得很开心 买了橘子之后 心情就会很开心这样 所以它有双重意义 那上面这个婆婆 也是刚刚我们那个婆婆 延伸出来吗 其实这个婆婆就是我们刚才 那个礼盒包装的一个延伸 因为我们希望说 我们这个市集 是可以比较 就是跟大家的 拉近跟彼此的距离 所以我们在设计上 会比较属于文青的走向 所以我们的这个婆婆上 会稍微做调整 那像这个是购物袋吗 这个是环保购物袋 我们也希望说 大家是尽量减少 那个塑胶袋的使用 所以如果想要拿到这个的话 可能就是要去我们市集 对 要到我们市集消费 就要到我们台中去了 对 之后你拿到这个环保购物袋之后 继续拿这个购物袋来消费 我们会有折扣 对 还有折扣 对 我们鼓励大家一起来做环保 对 做环保 对 那时间来到53分 我们先来接一下听众的电话 那在这里跟我们听众再次呼吁一下 我们等一下打电话进来 要记得说我们通关蜜语 我们通关蜜语是 风源菊香 风源菊香 大家记得 我们娱乐广告电台的收听频道 AM738 1143 宜蘭1593 任何一个就可以 那现场call in 我们通关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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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738 1143 都答对 那我们要怎么称呼 我姓王 王先生 台南王先生 那恭喜你 有去过我们台中风源吗 有 有去过 那我去吃过他们的碰肝吗 还没有 还没有 没关系 这次刚好有机会 这次有农会送给你 对 农会送给你 好吃的话又跟亲朋好友分享 谢谢 你电话先不要挂断 我们有专人帮您抄资料 OK 好 谢谢您 谢谢 好 恭喜我们第一位听众 我们台中 台南的王先生 那在第二通电话来之前 我们其实还有柑橘类 除了新鲜的以外 我们其实还有一样 真的很特殊 就怕时间来不及 那真的很特殊 这是我们的这个 其实我们为了要延长柑橘的 那个产品寿命 除了鲜果以外 我们也希望说 在不是鲜果 新鲜水果的产季的时候 也可以让大家品尝到柑橘的风味 所以我们的加工食品 有碰肝汁 果酱 还有我们的义式冰淇淋 那义式冰淇淋 是今年才开发出 那些都是现场产品 义式冰淇淋 那个可能要到我们产品 才购买得到 对 然后因为今天 为什么只有带了果酱过来 是因为我们的碰肝汁 跟义式冰淇淋 都是要采用 当年度的一个鲜果 去榨汁之后 才做成的加工产品 所以今年度的新产品 还没有制作出来 然后果酱的部分 已经有了 果酱 所以这个果酱 听说也都是很特殊的 对 你看 可能观众朋友看不到 它从主持人应该可以看得到 这里面都还有果肉 对 所以它有75%以上的水果含量 对 然后就是它主任有说 就是里面吃了 可以有些微的 橘皮精油的一个味道 对 所以它其实香气是蛮够的 所以它不会像市售的那么的甜 甜度上也不会像市售糖加太多 所以如果你担心果酱会有太多糖的话 这个其实就会不用担心 这是非常天然的 对 这个其实也可以泡成 对就像韩国柚子茶 柚子茶那样 这个也是可以这样 对 那现在时间来到56分 我们来接通第二通的电话 喂 你好 你好 葱你好 中原吉乡 中原吉乡 1143 恭喜 啊我们要怎么称呼 桃园陈小姐 桃园的陈小姐 有去过台中的枫园吗 有有有有 有吃过他们的碰干吗 没有 但是我们这边有人种成功的大葱很大只 你说在桃园那边 对对对 桃园那边 可是它目前以台湾来讲 好像枫园这边种植量最多 对对对 那边是原产地 对对对对 朋友有送过 所以你有吃过大葱 我们都拿来卤或者是快炒肉丝啊 所以又 谢谢你的分享 对 不会烂烂的 对对对 好 那恭喜啊 那你电话先不要挂断 好 我们有那个张能巴林潮资料 好 谢谢您 谢谢 哇 结果大家都没吃过碰干 没有关系 刚好吃了这机会 可以吃吃看 那好吃就是可以再分享出去 那这一款就是我们也是推出来的这个果酱 那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案内局市集 刚刚好像没有讲到说 我们市集都在什么时候 我们市集是在每周六日 然后下午两点到六点 是它的营业时间 是它的营业时间 当然我们就是因为 这个市集每个礼拜贩售的产品 会依据季节性不一样 所以在这部分我们有时候也会不定期邀请 就是餐饮的老师 然后到这个市集来 移居这个市集这个星期贩售的农产品来做一个应用 还是做甜点或者是什么样的料理 然后来教大家 所以说地点在哪里 地点在东风脚踏车步道旁边 东风脚踏车步道旁边 应该用Google Map搜寻 都搜寻得到 Energy市集或是暗奈局 暗奈局 暗奈局市集就可以找到 东风脚踏车步道旁边 对对对 就是每个礼拜六日 六日 下午两点到六点 这段期间 如果有去骑脚踏车 或是刚好到那里去玩 然后就是来观光市集 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惊喜 对对 支持我们的农产品 对对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多多支持 那就是想要订购的也可以上到我们的东风 那个风源农会的粉丝专业 对粉丝专业 对或者是拨打电话 对 直接用电话 电话是0425224111 就是可以拨打电话 然后来订购 或是到我们风源区农会的脸书上面 上面都有订购单 或是直接询问小编 都可以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主任来到现场 来跟我们分享 那个风源的这个橘子 跟我们的大葱 让大家大开眼界 真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让大家都可以重新认识我们 台湾最在地的农产品 谢谢主任 谢谢 谢谢阿葱 谢谢 拜拜